其實牡羊男他沒有什麼曖昧可言 你所謂的曖昧 大家都說牡羊座就是孩子嘛 孩子氣又任性 所以像對孩子一樣對他就好了 喔 那你就錯囉 在感情的攻防戰中 牡羊一點都不像孩子 牡羊男其實是非常冷靜在評估的 在他心目中 女生是有明確的分級制度 普通朋友級 就是聊天的時候嘻嘻哈哈 時不時還撩你一下 你誤以為這是曖昧 但其實對他來說 這是朋友之間相處應有的模式而已 而且對牡羊座來說 任你做該妹妹 那就真的是妹妹 牡羊座會心動的對象 一定有著出色的外表 也許是很性感 或在一群人裡面非常的突出 帶出去所有的人都會驚呼的那一種 但是以色式人能得幾十號呢 通常如果只是外表的話 有時候他會一時衝動 但他也會三分鐘熱度 很快地失去興趣 我一定要提醒所有 想吸引牡羊男的女生 你們要時時地保持自己的行情 讓牡羊座有一種想追你 狩獵你的感覺 不要忘記他們是火象星座 讓他們想要打獵的感覺是很重要的 牡羊男其實非常欣賞有自我主見 跟非常獨立型的女性喔 說白一點 他們就是蠻喜歡姐姐型的對象 相反的 如果你常在牡羊男面前耍韌性 耍脾氣 然後看起來非常的幼稚 這個就非常容易在牡羊男心目中扣分了 因為怎麼可以有人比他還幼稚呢 而且在相處過程中千萬不要太主動 如果他不找你 你也不要理他 或者他一冷淡你就慌 以女朋友的姿態問東問西 管東管西 喔喔 那就不行喔 牡羊男可是會生氣的 因為在他心目中 距離是他來拉的喔 你在他心目中是哪個等級 就該做哪個等級的事情 所以你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是在你們還有熱情溫度的時候 來一點小心機 比如說有一點外力介入 是會蠻刺激牡羊的喔 什麼是外力介入呢 比如說你還是很有行情的 外面的人還是很想追你的 有了敵人 忽然間牡羊就會戰鬥力滿滿 這時候牡羊就會像被電到一樣 會認真的評估他有多喜歡你 我覺得牡羊有一種融色 比如說他就是想要表達一種體貼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這是一種形象 所以他其實是在做形象 比如說他扶老太太過馬路的時候 他有一種覺得就是 我想當一個好人 所以那個時候 旁邊應該有觀眾吧 所以他就會非常積極主動地 去做這些事情 你真的要分清楚 他是對你這個人感興趣 還是他對於做形象感興趣 其實牡羊男他沒有什麼曖昧可言 沒有 所謂的曖昧應該就是他還沒有下定決心 在要追你 所以其實沒有下定決心 就有一點沒希望 因為拖久了就會一直這樣下去 所以你所謂的曖昧會在你此後的十年 你每一次見他 你都覺得他跟你很曖昧 你沒有突破口嘛 那就是少了那個火力 那就是沒有希望 那另外一種 就遇到喜歡的人 如果牡羊男很有自信的話 他就會放手去追 那如果他很自卑 他不敢追 那他也會很忍耐 他會忍住 因為他覺得沒希望嘛 那他就會讓自己成為你的工具人 所以如果一個牡羊男默默地守候你 然後任你驅使 我覺得他很可能就是進入這個狀態 你也可以試著主動看看 如果他就是一個默默的工具人 因為牡羊座他有分級制度不是嗎 他對他自己也有分級制度喔 他覺得他配不上你 他就不會去笑想 所以看似很韌性的牡羊 其實在感情方面 他其實有一點點保守 如果前一天還好好的 有一天突然跟你提分手 你會想問 難道他會忽然不愛嗎 不是 而是他早就不愛了 只是他人很久都沒有說 這個時候說 所以咯 跟牡羊男在一起 你還是要有自己的事去忙喔 不要成天追著牡羊男跑 更不要一天到晚質詢他 當你把自己打理好 活出獨立女人的樣子 我相信牡羊男就會用欣賞的眼光 看著你 說到你都會笑喔 嗨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喜歡的話就幫我按讚 用力分享出去 畢竟我是很重視業績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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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